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个食物我好爱 可是它在加拿大以及法国 加拿大的魁北克那一区讲法文的地方 它被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发音跟俄国总理 也就是现在入侵乌克兰的那一位 实在太像了 这个食物名字叫做Poutine 那法国总理不是法国 那个俄国总理我们知道 它叫做P-U-T-I-N 怎么念呢 它的后面那个音节很短 Putin 多半是鼻音带过去 你听北美的人这样子念 事实上我不太确定欧洲英国怎么念 但是北美的人都把它念作Putin Vladimir Putin 那怎么会像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那或许可能是不是法文的角度来说 发音来说比较像也不一定 但总之这个报导说 Poutine not Putin Classic Quebec dish off the menu in France in Canada 所以经典的魁北克这道菜肴 Poutine off the menu下了菜单了 在法国跟加拿大 好遗憾哦真的 那这个食物事实上也没有说多特别 它就是薯条 然后呢这一块一块是cheese 因为它长的是一块块的 所以它就是cheese curd C-U-R-D cheese curd 那加了这个肉酱在上面 我虽然是个吃素的人 而且我就算知道这个肉酱 是真的去肉去打成这个枝状 我还是就吃了 因为我咬不到肉的那个texture 我就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字 这样子 我承诺一件事 我说了什么就要把它打出来 所以刚刚的cheese curd 这个字 C-U-R-D 事实上我发现了 我们的那个豆腐干的 一块块豆腐干 好像我也看过 曾经在menu上看到 它就叫做tofu curd curd 一块块的 cheese curd 那我刚刚说的 嗯 它还加了那个肉酱在上面 这个叫做gravy gravy 所以这三个东西混在一起 嗯 事实上没什么了不起 看你做的好不好吃而已 那很多加的都很好吃 至少我以前还在多很多待着的时候 往下看 所以这个French restaurant threatened for selling price 所以他们被威胁 因为他们卖了这个 对不起 Fries cheese and gravy snack 合在一起的 that sounds like the Russian leader 听起来像是这个俄罗斯的领导者 那 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些值得看的字 例如说 我们会看到一个词叫做insnare yes 所以 上面那段看一下 Vladimir Putin's decision to invade Ukraine 所以他的决定来去侵略乌克兰 invade 就侵略 has prompted demonst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所以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反抗反对 demonstration就是街头示威抗议 prompted 引发出来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taken to the streets 所以有好几十万人走上街头 to condemn the war to condemn就是谴责 谴责这场战争 take to the streets 也就是走上街头抗议 OK 示威抗议 所以这边这个动词片语 还是用介系词用to take to the streets OK 所以这个to反而是同学要 比较特别注意的地方 take to the streets 但是 这个生气 这个怒气 却也 另外 让另外一个 我们没有想到的 可能性不高的 的这个 这个东西 受到了一个陷入困境中 所以这个angered towards the Russian League has also ensnared an unlikely casualty ensnare 这个字就很有趣了 事实上我第一次看到ensnare 这个字是在哪里 游戏里面 在那个类似魔兽世界啊 或类似那类的游戏 他们会有时候有一些招式 可以让敌人不能动 可能是地上长出树的根之来啊 之类的啊 为什么会长出树的根 你知道就 就那种自然系的那种角色 他能够控制植物 然后就发个法术 地上 长一个根 然后把你的脚缠住 你就被缠住个两秒半之类的 我们叫这样子的状态 ensnare 可是你还可以在原地 施魔法之类的 所以他跟那种 震晕是不同的概念 ensnare只是 ensnare 只是脚不能动 你还是可以 原地砍人啊 或者施魔法啊 什么的 所以 你如果是施魔法给他的人 你就站远远的 K他就好了 这样子 好 所以这种都是控制 就我们称这个叫做 crowd control 控制群众的一种法术 或者技能 那这个技能的话 有不同的类别 我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 是这个ensnare 就是把东西给trap起来 所以snare这个字 其实就有圈套陷阱 pitfall或者trap的意思 ensnare变成动词 所以这一个 我们对他的怒气 竟然ensnare了一个 让人家觉得 unlikely 就是不太可能的 那casualty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死伤 伤亡 casualty 所以战场上的伤亡 casualty 很ok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冒号介绍出来 a french canadian delicacy 所以一个法国加拿大的 法式加拿大的 你知道加拿大有双语吗 对不对 法文跟英文 所以french canada english canada 有这种分别这样子 所以这是potato fries cheese curd and gravy 所以cheese curd 复述courts 这样子 所以名字叫poutine ok 名字呢 就真的 他这边说的就是很像 这个flatmer pudding 好我们往下看 然后他这里又说 他的这个 他的发音名称 事实上 比较像的部分 好这边 所以the name of the dish is widely believed to come from a french canadian pronunciation of the english word po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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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在在 刚刚的发音的发音有点卡了一下下 这个字就叫布丁 我们吃的统一布丁什么布丁之类的 pouding pouding 我知道他看起来不像pouding 他看起来pudd 我们看到dd就会觉得前面的音多半是短的音 对不对 重复字尾的时候前面的音多半是短的 所以这个字看起来很像念成pouding 所以我刚才卡一下 可是事实上我是知道 他是念做pouding pouding pouding听起来还真的很像pouding 就是pouding 我们说的刚刚那个俄罗斯总理 总统 总理 他到底是什么头衔 不管了 所以这个是来自一个 就他说的是法 French Canadian的一个pronounceation就是发音 所以英文字布丁的发音被借去 我们叫他pouding 可是真的差很多吗 pouding right 所以这个字从布丁借来 来描述这一个mushy medley 什么是mushy medley mushy就是鬆鬆软软的 mushy的 那的确pouding吃起来 薯条加上gravy加上 其实吃起来很像吃pouding 可是真的很好吃很香很美味 那这个medley就是一种混合的概念 所以这是一个 它是一个名词 所以一碗pouding 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mushy medley 那个比喻蛮好的 medley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像例如说游泳比赛的时候 混400公尺或之类的 先来个自由池 再来个挖池 再过去是蝶式之类的 所以这个medley混合的意思 那还有像我们就说缓和那个歌有没有 像古剧机很常出一些歌就是混在一起 你大概知道在说什么 八分钟唱 每次KTV最后一分钟大家都要音叉那首歌 多唱几分钟占人家便宜的那首歌 那要什么我都忘了 反正那个也可以就称为是一个medley 这样子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也是 我们把它介绍完 好这边这一段 那在英文呢 differences in pronunciation mean that there can be little overlap with the Russian leader's name 好所以在英文 他的发音上事实上是有很不同的differences 就表示着跟这个俄罗斯leader的名字啊 就没有什么重叠 没什么overlap so there can be little overlap with the Russian leader's name 所以这里多了一个字我们再讲一下 你看这个French transliteration of Putin 所以这个法文的 什么是transliteration 这里有个literate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跟文有关系 就文学文什么鬼的 所以transliteration我们叫它音译 我来打一下transliteration 音译 发音的一个翻译 OK 好 所以他已经就这个French的transliteration of Putin 已经有tweak过来避免confusion 可是这个东西反而留下了很多空间 来让人家发生一个这个词叫做crossed wires 所以我这边的动词片也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所以这个东西has left ample room for crossed wires crossed wires 什么是ample room 留下了ample room ample就是很多的 所以留下了很多空间来让什么东西去发展 so这个东西has left ample room for crossed wires 那什么是crossed wires 这里看一下 crossed wires 事实上它的那个片语 其实原本长的样子是you have once wires crossed 所以I got my wires crossed 当我跟你聊天的时候 所以什么就是让我的wire crossed掉了呢 wire就你知道我跟你之间的那种线路或什么这些的 那这个线路竟然错终复杂掉了 crossed掉了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我们有误解这样 所以这里想表达的其实也就是留下了很多误解空间 so it has left ample room for crossed wires 然后误解的空间这样 然后下面就说了大家请大家不要再confuse putin 跟 putin 了 这是不公平的 其中一个是很危险的 而且是不太健康的mix of greasy lumpy and congealed ingredients the other is delicious food ok 所以putin 是一个很完美的很好吃的食物 而另外一个家伙是各种东西混在一起 那都是一些不好的质 又危险啦 又不健康啦 又油腻腻的啦 一块一块的啦之类的 那你可能会说读到这边或许是 这里再讲的是putin 因为说真的 我们会不会说putin不太健康 会 因为它根本就是垃圾食物嘛 对 薯条就已经本身算是 虽然说它也没什么醉 它就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那它的确也是油油的 lumpy的 然后粘在一起这样子 好 那总之 这个玩笑开的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 好 我们今天这片大概就这样 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东西 我只是想分享一下这个新闻 好 所以cheese curd 一块一块的cheese curd gravy 是肉酱 这样 那去上街游行 take to the streets insnare 是把什么东西给限制住 用陷阱把它锁住困住 insnare 那snare本身就是圈套陷阱之类的 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们在打鼓的时候 旁边有那个小小的两片夹在一起 你可以踩住把它夹住 那它会发生 它就是一般来打节奏 废话整个鼓都打节奏 总之那个不好像就是snare drum snare drum 还是snare是中间那一块 我可能要找一下 讲了一个东西就自己不确定了 超丢脸 所以那你也就知道老师 老师这种东西 事实上 绝对不会是all knowing的 OK 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的东西 可能比学生多 可是绝对不要去 假设说学生傻傻的 不会现在 现在这个时代不会自己去google一下 然后来发现 老师你讲错了 绝对有可能讲错 OK 我绝对有可能讲错 那你看我一个礼拜要生五片的影片出来 我自己本身还有我的day job 那你要我做出这个东西来 是完全没有错误在里面 那真的是不可能 我只能说我有尽努力去查证 可是我也不可能花一整天来查证 我要讲的东西 I do my best That's all I can say 好 所以 布丁 pu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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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medley是混合 这样子 那刚刚说了一个片语 留下了很多空间 ample room 来干嘛呢 来大家造成语解 crossed wires so have somebody's wires crossed 就是我们跟你之间沟通 沟通的不太量 这样子 那我希望我跟大家沟通都是OK的 好的 我们大家就讲到这里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